正值用餐的高峰期 餐厅里坐满了前来用餐的顾客 妻子准备好蛋糕 正在餐厅里等待着 丈夫来了 干嘛吃的 今天我跟生日了 我们好久没在外面吃饭了 我蛋糕都蛮好的 我爱点啊 我在家又吃了 丈夫显然对妻子今天的安排很不满意 你点吧 你点吗 我还跟你说了你点啊 我爱点啊 你烦不烦呢 你还能干什么 而她的一番不满 也引来了旁人的目光 你讲的我下回来有说我赶时间的 我爱点好不好 几桌的顾客 此时都注意到了女演员脸上的淤青 而这样的伤痕 足够引起他们的警觉吗 和很多真实发生的家暴案例一样 丈夫常常只是因为一点小事 就对妻子大发脾气 此时 饰演施暴丈夫的男演员 也正因为一件衬衫 对妻子显得格外的不耐烦 旁桌的这位女士 一直若有所思的留意着夫妻间的对话 细微的表情里 女士似乎对男演员的行为充满了鄙夷 而此时 你跟人讲话呀 你干什么 丈夫突然的大声训斥 让整个餐厅陷入了安静 人们纷纷把视线 投向了这对气愤不睦的夫妻 你怎么跟你说话吧 过什么生日过生日 丈夫愈加的愤怒 而目睹一切的他们会怎么做 把家的钥匙给我 钥匙给我 人们还在观望 把家里钥匙给我听了没有 而此时 一个圣怒中的丈夫 要将妻子带离公共场合 这似乎不难让人联想到 妻子接下来的命运 餐厅再一次陷入了安静 会有人帮忙这位受尽委屈的妻子吗 就在丈夫走向妻子的一瞬间 一位女士同时迈开了步子 她的同伴拉住了她 她会怎么做 餐厅出奇的安静 所有人都看着妻子 被丈夫强行带走 而这位女士 挣脱开同伴的双手 她跟了出去 在餐厅门口 她留意着事态的发展 我要回去拿蛋糕 当这位夫妻返回店内 女士继续密切地关注着 餐厅里的人们 也重新将目光聚集在了他们身上 走 当丈夫再次催促妻子离开 一位黑衣男士 直面着演员走了过来 走了 她紧紧地盯住男演员 一言不发 之前跟随出去的这位女士 再次走了过来 她又会怎么做 黑衣男士继续冷冷地直视着男演员 气氛很是紧张 谁会率先打破这里沉默的局势 我话好好说 不要这样 她先用一句话打破沉默 而后 毕竟人是个女孩子是吧 好好说 也不要打人 女士拉住了正在哭泣的妻子 一面好言相劝着 让她自己回去了 让她感觉很害怕 很怕你的那种感觉 是的 毕竟她也是个女孩子呗 你自己先回去了 她一边安抚着妻子 一边仍在劝说丈夫 而黑衣男士则在一旁 默默地守护着 做男的也有男人的气感 好吧 好 让她感觉自己回去了 让她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不要这样 真的想这样 好吧 我先回去 事情暂时得到了缓解 男士返回自己的位置 而女士将妻子扶坐了下来 接下来 女士还能怎么做呢 她给了妻子一些建议 除了不断地劝说妻子 回老家躲避之外 女士似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但面对家暴 一位这样瘦弱的女士 为何敢在众人沉默的情况下 第一个挺身而出 这勇敢的背后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我们一起去问问她吧 各位 各位不好意思 我们其实广东卫视 女会怎么做节目组 谢谢 谢谢大家 您对家庭暴力 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什么样的 反对啊 肯定反而坚决反对啊 周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就经历过啊 你自己经历过 我以前的男朋友 她怎么对你 有人打电话给我 他就很那个 他就会掐我的脖子啊 我也经历过那种 所以我看到这种的话 我也会那个比较感同身受吧 那种感觉 你男朋友这样对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也是这样 跟她一样的 很怕 很煎熬 就想离开她 但只有先软下来 她才不会对你那么硬 不能跟她硬碰硬 先软吧 然后再跟她说吧 慢慢说 感化她吧 我刚才看你一直在劝我们这个妻子 所以让她回家 先到家人那边身边去 是因为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在 因为我那时候的话 最想最想的就是回家 因为家里的话 她会温暖你